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永丰大户2023年上半年的权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活动公告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扫中间的QR Code 就可以完整的阅读公告 第一个重点就是它的年利率 最高来到1.5% 每个月最多有20次的免费跨题转优惠 刷卡的权益一样是有8%回馈 都没有缩水 这边这个表格怎么看 你可以先看 这左边是2022年下半年的权益 右边的话是新的 2023年的1月份到6月份的权益 你会发现其实都一样 唯一有差的就是 它的高利活除的部分 调升到1.5% 变更好了 这30万如果你存半年 你的利息可以领多少呢 简单算给你看 上半年呢 1万块乘以1.5% 乘以365分之1 算出来的数字是2231 比2022年下半年 存30万可以拿到的 1933元 整整多的298块 等于是多了快300元的利息 大家最关心的刷卡回馈 有没有改差啊 刷卡的部分都没有改动 也就是说 2022年下半年你怎么用卡 2023的上半年 照用 国内1%海外2% 指定任务加码1% 所以来到刷6万块以内 可以拿到国内2% 海外3% 那指定通路加码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大大等级都没有 但如果你是大户等级的话呢 可以拿到300块每个月 所以呢 300除以5% 算出来就是6000块 那这些通路 有没有什么改正的地方呢 其实都一模一样哦 唯一有更懂的 就是多了一个 KKTIX活动报名售票平台 大大应该要提升成 大户的等级吗 我在这边呢 跟大家 简单的分析一下 如果你是大大等级的话呢 你的存款只有排高利率 其实不是很高 刷卡的部分只有 国内1%海外2% 没有特权加码 但如果你愿意放10万块以上 成为大户等级 你存的钱30万以内 都是1.5%高利活出 或者是刷卡的部分 有国内2%海外3% 每个月上线就是刷6万 以一般小资组来讲 一个月大概了不起 刷个几千块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组组有余 再来特选加码的部分 包括航空公司 然后还有一文票券 宠物相关的通路 其实都有 喜欢现金回馈的话呢 尽量达到大户的等级 拿到的权益比较好 怎么升级呢 很简单 你只要往来达10万 你就可以升上大户了 放台币外币 活存或定存都算进去 iBrain基金 美股ETF债券 通通都有 唯一要特别注意的是 永丰金证券的 丰存股大户头 是不符合资格的 因为他们是两个 不同的分公司 所以他们的资产呢 就没有合并计算了 所以银行归银行 证券归证券 这点还是分得蛮清楚的 宝可梦都怎么用 大户出为账户 我的会员等级是 大户等级 那我的存款的部分 目前活存大概放1万6 证券资产放多少 你这边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200多万 之前大概只有100多 然后现在已经来到200多了 就代表说 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 使用他们的户头跟存钱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户的等级 我是怎么去做到的 因为我要投资美股 我是换汇 默默的就已经换 超过1万美金了 我也陆续的投入 美国股市 就是美股的部分 那我也持续的在 买进美金 如果你不想用 永丰来换汇的话 还有一个方式 可以把其他银行的 美金吸过来 那就是透过 丰益扣 然后你可以把他行的 外币存款 零元 零手续费 零成本吸过来 这边有简单介绍一下 七个步骤 第一个 请你先开立 永丰金证券 第二个 用封管家APP 来开立信托管理账户 第三个 跟你的证件营业员 约定时间 到分行 清签 他行账户扣款申请书 第四个 大概等两个礼拜之后 他们会跟你的 要申请扣款的银行 来做合议 确认是你本人之后 符合资格 你就可以在永丰金证券的 封易扣网页 来进行 发起扣款 那大概一个工作天左右 他行的外币就会扣走了 那他就会出现在你的 永丰信托管理账户 那你就可以把永丰信托管理账户的外币 直接汇到永丰大户的外币账户 当天早上设定 当天中午就会入账了 所以非常适合把台信Richard 第一银行ID有玉山台银的美金 你都可以把它吸入永丰 下一个 这个存款的部分呢 你不需要只存台币 其实他有一些外币的活动也不错 他前一阵子有一个永丰未来存款 他有美金定存最高8% 不过他的门槛比较高 需要1万美金才能够乘坐 他的平均利率算起来大概就是5% 存1万美金 一年之后拿500美金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不过现在已经额满了 那目前还有一档活动叫做换汇优利定存 他可以有11%的高利定存 但是他只有7天起 所以第8天 他就把本金跟利息还给你了 当作是让分6分左右 用这个东西来买美金 然后接下来来做美股投资 也是很划算的 那再来是我的证券的部分 台股目前投资的是66万 美股投资约166万 所以加起来大概是232万左右 虽然说目前的报酬率都是负的 不过呢 我预计投资的年限大概会拉到20年左右 所以现在是负的对我来讲没有影响 因为我不会马上要提前出来 定期定额持续的投入进去 不论是丰存股的台股 或是丰存股的美股 其实都是还不错的选择 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在2023年要怎么刷卡 我在这边呢提出了三个不错的亮点 第一个就是旅游通路 像我之前去韩碧楼 大溪威斯丁 高雄精英行馆 他们其实都可以开放你做拆刷的动作 住宿的费用可能要用A1大百来做支付 但是呢 你在住宿期间 你在餐厅所做的消费 只要记上房账 那么你在check out的时候 你就可以请他另外单独列出一张表 那你另外单独列出来的金额呢 你就可以使用大户卡来刷 或者是联邦幸福M卡刷 那这样就至少有6%到7%的回馈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 另外一个悠悠卡的自动加值5% 如果你每个月的JCB10%都抢不到 我会建议你把这张卡片 拿来当做你的悠悠卡 还不错 每个月呢 6000块以内都是有5%的回馈 第三个就是Foodpanda跟UberEats 这个美食外送 也有7%的现金回馈 那这边呢就是大溪威斯丁 然后还有墾丁夏度 其实我都有透过 结账金额拆刷的部分 然后你就可以去拿到最高的现金回馈 这是提供给你参考的 宝可梦2023年的特案来了 我们还是有准备一些小活动 要来回馈给粉丝朋友们 第一个就是你只要在开户的时候 填上推荐码CTOPIA 就可以免费加入宝可梦 主持的大户Telegram群组 扫右方QRcode等同填入CTOPIA 他们是一样的推荐代码 你就可以在事后到我的粉丝页 私讯我 然后我就会放行 让你加入我们的专属群组 如果你已经有大户数位账户的话呢 也是可以加入的 但是呢 门槛比较高一点 你需要累积满5000点的 宝可梦玛记积分 2023年就可以申请加入啦 第二个好康是什么 就是你只要是大户TG的成员呢 你只要来回报活动 就可以拿到30积分 每个月都可以领一次 我们的规则很简单 你只要存30万在永丰大户数位账户 每个月的21号拿到利息之后呢 就可以来填写表单 并且领奖 这30积分呢 你就可以换某某30元 或者是累积到100元 换小七或是全家100元 等同现金啦 银行的好康你拿得到 宝可梦的好康也拿得到 而且重点是 人人有奖 最后一个呢 就是你只要完成回报 每个月的利息回报 而且都是要存30万拿到的这个利息 你就可以参与我们每个月的1000积分的抽奖 那这1000积分呢 你一样可以拿来换小七1000元 或者是全家1000元 这个就很好用了 在便利商店就可以消费这样子 怎么加入呢 我这边呢 也有完整的文章介绍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扫QR Code来了解一下 到底怎么加入比较好 好 结论 其实很多的银行呢 他们都针对这个数位账户的新户跟旧户 有做一个明显的区隔 如果你是新户 不好意思 你的好康就比较多 如果你是旧户 全部都比较差 像台新Richard就是这样做 那我觉得很欣慰的是 永丰大户并没有采取这种 所谓的差别待遇的方式 所以不论你是什么时候开户 你都是一体试用 所以大家都享有一样的好康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所谓的公平待客原则 如果你觉得这些银行做公平待客 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请你一定要支持这些 有公平待客的银行 这样子的话 那些有差别待遇的银行 他们才会见闲思奇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